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不需要节食 更不需要运动 就能很快瘦下来的动画短片 瘦身年代 在未来的世界里家公司研发出了一种新型减肥的方法 说白了就是车间生产线式减肥方法 不管你有多胖 只要你有钱进入车间生产线 在短时间内就能帮你恢复完美身材 这天阿寿和她的胖媳妇阿花也准备享受一下这个服务 在提示零响起之后 阿花静止走向了车间生产线 阿寿一个人留在等待区 在阿花走后 阿寿被旁边玻璃外的一双眉腿所吸引 被迷住的她跟着那双腿走着走着也进入了基地 呵呵男人都是下半身动物 随后阿寿就开始参观这个工程减肥过程 胖妹子们在美女服务员的指引下 戴上了防水镜进入了一个大桶里 然后用螺旋桨使劲的搅拌着 紧接着胖妹子们进入了一个酷似烤箱的一个装置 而且还有一个身材完美的工作人员在旁边给她们噴水 在另一边一个胖妹子正在工厂里面 左瞧瞧右瞧脚 就这样一路小跑的来到了蛋糕机旁 她什么也不管拿起蛋糕就往嘴里面怼 哇 原来你胖是有原因的 随后这边胖妹子们的减肥疗程来到最后一项 所有胖妹子被安排到了一个小房间内 每个人的上方都会有一个吸油纸的机器 进行了最终的身材打造 最后她们一个个的大象腿都变成了铅笔腿 可是在这个机器的阿花这里居然没有能量了 原来她的能量被刚才那位胖妹子给吃掉了 就这样除了阿花以外其他胖妹子都变成了身材火辣的妹子 她们一个个迈着模特步走了出来 紧接着身材没有任何改变的阿花也出来了 自己拿花还摆了一个造型 随后和阿兽幸福的抱在了一起 在短片镜头最后 两个服务员在门口分发气球 以此祝贺减肥成功的人 再看看这其中一个气球 不是刚才那位偷吃蛋糕的胖妹子吗 哇 厉害 你这都上天了啊 这个短片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如果想要减肥 小伙伴们一定要有自制力和毅力的腰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小伙伴们还想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呢 请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